依然是由老弟我为大家带来今天晚上精彩的江湖老师 咱们时间婉转来到1994年了 那么你看 磊哥呀和这个深圳那边 张荣生把事情解决完了以后 然后呢和戴哥在深圳 简单的说喝了点酒 这就回到自个儿的青岛了 说你看回到青岛了之后啊 说你看码边有了 是吧通过李心涵的关系已经把标书要过来了 人家的这个如意大厦 包括如意小区啊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但是说你看 磊哥也是头一次做房地产 也是头一次啊 说涉及到这么大的生意 每个人呢 这个经验都不足 你包括王群立来说吧 对不对 也是第一次做着这样的码码 什么地方呢 也都是在加手加脚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出现了一个内部小腐败的问题 但是腐败的吧 不是怎么特别厉害 突然呢 王群立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说啥呀 说咱们怎么每次来了料以后 这个预算都比之前要高一点的 不是太多 比如说近十万块钱的货 计划着说八九万能下来 然后每一次呢 都得说十万出点头 咱就拿这个钢筋来说 一次近五十吨钢筋 近二十吨钢筋 比如说花十万 咱觉得就差不多 但是每一次都得花个十二三万 王群立啊 就花了一点时间调查了调查这个事 就发现在工地上这些包工头也好 以及是经理也好 以及是这个外包的公司也好 在偷偷的吃这个回扣 然后呢 让聂磊损失了不少的钱 但这种事呢 你不能打人家 人家毕竟不是混社会的 对吧 在工地上干活呢 能吃了回扣 我觉得也是一种本事吧 但是王群立觉得 咱们想盖房子呢 那必须就得节约成本 每个月你让他吃三万的回扣 吃两万的回扣 那可不是一个人呢 那是很多人的 这一个月可能二三十万几十万 就白瞎了 王群立呢 当时就找到了雷哥 直接也就说了 说哥呀 我打算把咱们这个 如意小区如意大厦这个项目 把这个团队啥的换一部 说怎么的呢 因为我发现了有这个腐败的现象 而且呢 是这个低价金 然后呢 高价报 咱们的会计啊 也是一脑袋懵 说你看一共就这点钱 怎么花的这么快呢 咱一开始做的预算是够的 现在已经远超预算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内部团队 腐败的问题 那我呢 该处罚也处罚了 然后这几天呢 我也是把他们找到了一块 那把这个腐败的钱 贪污的钱 以及说是货货的钱 该罚的罚 让他们该往上交的交 咱们现在呢 已经是追回来一部分损失了 雷哥当时一听说那也是啊 那咱们自个家的门门 说毕竟头一次碰这么大的声音 不能说存在内部腐败问题 那几十万上百万省下来 咱干点啥不行啊 对不对 一百万就能买两台奥迪一百 一百万我得倾倒 干点什么事不行啊 雷哥当时说了 这么的吧 那你打算 雷哥 你要信得着我的情况下 我就辛苦辛苦 我亲自去工地上盯着呗 我每天都去 然后我面下社会 招一批真正的人才 那工地上那帮的人呢 咱就全给他换了 宁可在这工期停一段时间 咱又不着急 你怕啥呀 你也雷当时一听说那行吧 那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啥呀 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这个钢筋 以及是钢材的问题 因为你看盖房子 它离不开杀石料 更离不开这个钢筋 是为啥呀 咱们青岛这边的钢筋呢 太贵了 都要合到三千多块钱一吨了 经过我的调查 什么地方盛产钢筋呢 一个是唐山 一个是河北的石家庄 如果咱直接去唐山 或者是石家庄 直接派车过去 拉的情况下 搭上点运费 那预算呢 那都要低的多了 那这房子盖下来 那省的可不是说 三万两万 三五十万 一两百万的事 那不就是纯利润吗 对不对 你说的有道理 那你想去哪呢 说哥呀 现在就是唐山 以及是石家庄 这两个地方选 你选吧 选好了以后呢 我就亲自带着兄弟们过去采购一批 你感觉怎么样 上石家庄吧 我感觉这个石家庄呢 离咱这比较近 是不是 有什么事 咱可以说互相有个照应吧 那唐山这个地方啊 有点乱 再一个 唐山做生意的太多了 去了以后 咱可别让人给坑了 反正通过我的调查 他们一报价 应该是报到了两千四百多 这一吨里边能插出来六百块钱 兄弟们 这真能插出东西来 对不对 两千多块钱 然后咱们现在本地报价都得报到说三千 三千以上了 要不行的话 我就上石家庄看看吧 那你就上石家庄吧 那 雷哥当时把这话就说出来了 王群立属于什么呢 一个说干就干的人 那在当天呢 领着说五六个小兄弟 开车奔着河北的石家庄 那也就是在我们旁边奔着石家庄 这边就来了 在这个体育南路呢 有一个建材市场干的特别大 那那里边什么钢筋了水泥了 以及说是杀石料了 他都在那么一个地方办公 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说咱们呢通过这个地方去打听打听 哪家便宜 咱用哪家的 哪家的质量好 价格不贵 咱用哪家的 王群立领着五六个小兄弟 这就跑上厌务了 那开着两台奥迪100 奔着石家庄 唰唰的就去了 那青岛离石家庄也不远 说你看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啊 也是有说有笑 但是说你看 刚刚的开车 下了这个高速口 往里边刚刚这一走 也就是说经过火车站这个地方 发现前面已经堵车了 而且堵的非常多 有一帮的人呢 在那可以说是药物扬威吧 每一辆车他都拦 而且伸手在要命 要这个所谓的养路费 当时这一琢磨 说你看收费站这边已经给过了 那怎么前面还有人收这个养路费呢 拿着 王群立当时也没多心思啊 开着车领着兄弟们 就来到这伙人跟前了 这伙人也像拦别人一样 插着一下子就给拦下了 领头的这小子 一会我告你是谁 现在呢 在那小梁亭里边坐着 为了在这个地方收这个所谓的养路费 整了一个小简易房 六七个小兄弟手里边滴了这小狗瓣 拿着砍刀 就把这奥迪100的车玻璃摇下来了 是这么的哥们 从哪来的 咱从青岛过来的 从青岛过来的 那倒是挺远的 这么的 养路费200 王群立在这吵着他 刚刚我过收费站的时候已经给了 这怎么还给双份呢 我给你倒没 我给你倒没问题 你能给开发票吗 开什么发票 开发票 发票给不了 抓紧时间 200养路费 抓紧时间交了 然后边还有人呢 怎么得开这么好的车 200块钱拿出来啊 哥们也不是说300200的事 真要是该交 那我围着全中国溜一遍 我一万块钱的养路费 我该交我交上 我不能交双份 而且你这开不了发票 再一个 你们这要是有关部门的 最起码得穿上制服吧 哪有有关部门出来收保护费 拎着小狗爸在这收的 你们这不存存欺负人一样吗 不是你给不给吧 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废话呢 你没看这前面人都给了吗 那都给了我们也不能给 我凭什么给你双份的呀 你们是当地的社会人吧 咱们都是一条道上走的人 你看咱开的车 我再给你按两下警报 你就知道我是干啥的 王群立拿着警报 巴巴的按了两下子 那不但说没有把这伙人吓住 反而那是更加的变本加厉 那说话就贼难听 妈妈的 河北那边 你看是我们石家庄这边说话 一整个咬了个怎么着 咬了怎么着 一说话就妈妈 特别的不好听 王群立这个情绪啊 当时也就上来了 那从车上这边一下来 不行我今天就得给你理论理论 我怎么的就得给你这二百块钱 哥们你手里边要是便利人这狗吧 有可能三百五百我都给你了 我这个人就是什么呢 我吃软不吃硬 你拿着狗吧 雄我 这他们绝对是不行 来来来来 后边的先绕过来 来后边的先绕过来 他得疏散一下的交通 那但是大部分从高速回来的都是石家庄本地人 也都知道他们是谁 两台奥地100这一贴边 王群立就给他们理论上了 所以你看我这是干啥呀 来石家庄一趟你在这收我养楼费 是不是 你社会人你欺负我 那不行 我不交 你不交是吧 你不交行 你等着 我让你他妈不交 去 把这个谁给我喊来 把文哥喊来 这一说把文哥喊来 谁呀 刘花强的弟弟刘花文 咱大家伙都知道吧 张宝义 刘花文 在那小梁亭里边 手里边摇个扇子在这啃西瓜呢 面前放着一把西瓜刀 老弟当时往前这一来啊 把门这一敲开 开门一进去 文哥 有人不服 不交这个养楼费 谁呀 我看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 多人呢 我看以后能有六七个吧 开的啥车呀 这么牛逼呀 开了两台黑色的奥迪100 那也没挂牌照 反正他说是从青岛过来的 从哪过来的 那尺路是我开 此处是我栽 他该交养肚肺也得交啊 走 我看看去 把这烟一扔 顺手从这个桌上 把这小西瓜刀就拎起来了 那摇鼻晃淡的 当时奔着王群立就来了 王群立一看 行了 那领头的来了 我跟领头的闹闹 对不对 来到这块的时候 刘花文手里边拿个小西瓜刀 在岗石窝这块 趴着一蹭 小西瓜刀 啪的一下就顶王群立着脖上了 拿钱来 拿钱 说大哥 你这上来就给刀拿出来了 这合适吗 什么玩合适不合适啊 我他妈让你拿钱 怎么这么多废话呢 没看着这些人都在交吗 GA拍照的 看着啊 都在给我们交养路费 你说你不是石家庄的 我现在就怀疑你是 拿钱 小刀就在这比划着 紧接着他这一叫唤 从四面八方又得出来了十多个 给王群立啊 他们就给围着了 那王群立当时左看看右看看 老道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 咱别因为这三百二百 那把命丢了 是不是 这可死他乡了 多不值情商这一高当时就说了 行啊 那你们要真想打我 真想动手 那我就给你呗 我也得罪不起你 心里讲话了 我这二百块钱就当喂狗了 从兜里边淡出来了二百块钱 把他们手里边这一交 是现在能放我走了吧 扭头就要走 一下子让刘华文啊 就给抓住了 回来 回来 刚才二百行 现在二百不行了 这都因为什么吗 刚才就我这几个老弟跟你要 现在我这十多个老弟全出来了 二百块钱够给谁分呢 够给谁分的呀 包里有多钱呢 我看看 哥们 我给你拿一千块钱 行吗 你就别在这为难咱了 一千块钱 我瞅你那包里边 这鼓鼓囊囊的可不止一千吧 应该拿了好几万吧 你这样啊 我刘华文这个人最讲道理的 你知道呗 我就要一半 你兜里要是有两万 我拿一万 有一万 我拿五千 有五千 我拿两千 先把包拿开 我看看来 兄弟 你这属于名抢 你这样的情况下 咱可抱啊似的 你抱来 抱 这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我们敢在这个地方干这样的生意 那不就是阿瑟默许的吗 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兄弟们啊 在那个年代 有打着说阿瑟谎的 收这个养路费的 还有啥呀 领大车呢 大家会儿知不知道有这个活 每一辆大车不存在超墩 不存在超墩 你都挣不着钱 比如说一个五吨的车 你就拉五吨 你能把这钱挣回来吗 你车辆的损耗 你的油钱 你的养路费 那哪个不得说 我五吨的车 我得拉个十吨八吨 甚至要更多 我这来回干一趟 才能有利润 有这么一部分人 他们就冒充阿瑟 或者是替交通阿瑟 出来领这个大车 是不是 明知道你是这个超债了 超墩了 你要罚的情况下 可能要罚一千块钱 罚五百块钱 但是你给他二百块钱 他就让你走 也都是和阿瑟 联合起来的 咱有啥说啥 那这个刘华文 也是就和当地的 这个小牌牌 联合着在那收 这个所谓的养路费 说白了 就是欺负老百姓 就是欺负你 那 说这包里边 打开来 我看看有多少钱 那我看看有多少钱 王曲丽当时 把这包一拿出来 一拉开 你这么的 我给你拿一千块钱 让他走 行了 你怎么拿过来 多少钱呢 这包里边 我看 两三万呢 这么有钱呢 哥们 我问问你 说是包里边 有一块 我拿五毛 有一万 我拿五千 你当真看到钱的时候 你还舍得撒手吗 横竖 我是在犯罪 横竖 我干的是这样的 我就全给你下了格了 包里边两万多块钱 全给下了 一分钱没给留下 走吧 滚蛋 兄弟 你要这么整的情况下 我回来可得找你 你乐意找找 不乐意找你拉倒 开着这么好的车 这俩都是什么 俩车加起来 一百万 两万多块钱 在乎 别用了 滚蛋 拿小卡环 我扎你 西瓜道 见着吗 我朝你肚子上 我真扎 你知道吗 滚 报个号吧 哥们 以后咱还得上石压庄来 我们这回来 也是做生意来了 以后这钢材了 包括这个 建材了 我们可能都得从石压庄拿 我要每次从这过 你每次都要钱 每次从这过 每次都得交 记得啊 老的叫刘华文 知道吗 满石压庄 你打听见 他跟我华文是干啥的 在陆北 我有个华文货运战 有事可以上那找我去 内心要不服来 找我来 我哥是刘华强 走吧 刘华文是吧 陆北货运战是吧 行 我记住了 哥们 这两万块钱 你要能花消停 我就算你牛 刘华文 他这一看 啪就给他嘴巴了 这嘴怎么这么碎呢 赶紧滚毒都得了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王群立为了不吃眼前亏 领着这几个老弟 开车就走了 这一上车给王群立气的 这是出师不力啊 石压庄这个地方 是跟咱真不合策的 要不行咱上唐山吧 你拉倒吧 这都到石压庄了 你还上唐山 那跑多远呢 现在这边市场 转悠转悠得了 走走走 快赶紧走吧 这真那么倒霉啊 两个多块钱 当时让人抢走了 你们身上还有钱吗 哥我这裤衩子里边 还有一千多块钱 那够用了 够回去加油 够回去交养楼费就得了 几个人奔着体育 奔着这个体育路那边 奔着那个建材市场 叫红发 红发建材市场 哥几个奔着这个地方 就来了 把车往这一停下 就先在王群立那脸 让人扇着就这么走 挨家挨户溜达 挨家挨户比 该说不说 人家王群立啊 确实是个做满门的料 人家确实是个做生意的料 基本上一句两句聊一聊 就知道你骗没骗他 来到了一个啥呀 叫九鼎建材 来到这个九鼎建材门口的时候 他就感觉这个门面很大 门面大 给人一种什么感觉 你生意做的就大 生意做的大 你不缺满门的时候 你的利润可能会压的稍微低一点 有时候你的成本 你的价报的就可能会低一点 因为你可能走的是薄利多销 哥几个当时奔着这个九鼎建材 当时就进去了 在这坐的是个大老板 光头 穿着一身小西装 挺板着 夏天别管多热 穿的也都是西装 王群立当时就进去了 说你看这一进去 这个老板呢 当时瞅了一下子 王群立 说你好老板 什么业务 站起来两人这一握手 说你好哥们 我瞅着这满个市场 就咱家干的比较大 这个钢筋有没有 那你说啥呢 建材市场 建材市场 那咱家里边能没有钢筋吗 你说吧 要啥样的 什么规格的 咱主要是在青岛盖这个房子的 盖房子用的这种钢筋 你们那边报价多少 你先别说我们那边报价多少 你这边报价多少 咱们肯定是常心实意用 而且我青岛那个工程也不小 几百户 几百户的情况下 那市能用很多 这确实是个生意 确实是个码码 那报价呗 咱听听 合适的情况下 有诚意 咱就坐下来谈谈 要是没有诚意 咱再去别的地方打听打听 九鼎建材的这个老板 当时就说了 行了兄弟 到我这 你就到站了 我可以让你满建材市场去打听 最后你上我这来 你给我报个价 到最后一吨里边 我还能比他便宜一百块钱 你信不信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咱心里边就有底了 你这脸咋回事 我这脸没事 一直倡议我自己 我自己这么一整把脸给打走了 兄弟 那你可真有意思 这么点 你们青岛那边 基本上也全是从我这整过去的 他们全是二批 你要是盖房子的情况下 从他们手拿 那只定是翻了一番了 哪个一吨里边 不得加个三五百块钱 你这样 从青岛大老远也过来了 我给你2260块钱一吨 行不行 2260一吨是吧 对 是不是比你刚才打听的那些都便宜 我就有这个自信 比你们青岛基本上是便宜了一半 说实话 他报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低 满建台市场溜达溜达 基本上是没有低了2500的 还能再少吗 少不了了 一分也少不了了 我说说2260来的时候 你心里边基本上就有个数了 该拿我的还是该拿他们的 你心里边也就有个数了 2250也不好听 2240也不好听 2230我就合不着了 所以说2260块钱 行的话 我就给你供 你大概要多少 是不是 晚上里以后 我们这边出车给你送 你这边拿运费就得了 也可以我们这边不送 你自个的物流过来拉来 都可以 你这么的 2200块钱 我先要100吨 兄弟你可真能还价 2200块钱真合不上 真合不上吗 你能合上 少挣一点呗 咱家这是第一次做房地产的生意 那以后肯定还会开发很多的楼盘 我哥呢 格局也是挺大 这一两个小区肯定也满足不了他 那以后一回生 二回熟 往后我再给你加钱 行不行 我这人呢 带钱来的 我那钱呢 给啥了 给啥了 这事你别管了 2200块钱 能不能供 能供的情况下 我现在就回公司 然后呢 给你打定金 晚上里后呢 我这边亲自派车过来拉来 什么时候 你的钢筋到了 尾款这边补齐 你这边准备合同 怎么样 我吵着兄弟 也是真心实意想要 咱也不为了那三头五十的 在这磨叽了 2260块钱 就2260块钱 2200块钱 就2200块钱 行不行 然后呢 有一点啊 你自个找车过来拉来 我就不能给你整车了 要不然我就合不上了 那毕竟运费 我还得给你背的一点 那行啊 那咱俩就把 合同签一下子 把合同签一下子 当时就这么痛快 把这一单生意 就给做成了 把合同当时拿出来以后 双方这简单的一签订 该签名签名 该按手印 按手印 这边就问了 说定金什么时候能到 我现在开车 就往青岛回 然后呢 你给我个户头 我呢 先给你打十万块钱定金 等什么时候 我这边车到了 钢筋装车上了 在路上的时候 我再给你打 剩下的尾款 怎么样 可以 那没问题 兄弟 这是希望咱们能够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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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说合作愉快 本身挺好的事 一吨里边省了将近 能有一千块钱的哥 那盖房子用钢筋 用的老多了 那一吨两吨的 才能铺多东西 对吧 开车呀 就赶紧 就说往青岛这边聊 包括你看上高速的时候 也看着刘华文 他们那帮的人了 回到青岛以后 这边简单的跟聂雷打了个招呼 就说了 哥呀 2200块钱 一吨 基本上比咱这里边快便宜一小半了 咱们这边最低的应该是3000多少 高的都有345的 2200块钱 质量型号 跟咱们这边基本上一样 那 行啊 那给人打定心吧 那行 我给你说一声 晚上我就往张姐那去批钱去了 行你去吧 王群立就来到了会计室里边 10万块钱 给那边九鼎接台 就汇过去了 前脚一汇过去 后脚把电话拨过去 你看那边拿电话 趴着一接上 喂 你好 刘老板 我是这个青岛曲立之业的王曲立 你好兄弟 刚刚给你打了10万块钱定金 你看看收没收着 小刘啊 查一下看看道上到没到10万 账上到没到10万 到了 10万块钱到了 那行 我现在就找车过去拉下 那你来吧兄弟 电话一亮 你看听到这没啥毛病吧 挂完电话 挂完以后 王群立这边紧着就张了车 往10丫庄就去拉钢筋去了 这边一挂电话 那可不一样了 又上当一个 看着没兄弟 这钱来的就这么快 这干皮包公司是真TM好啊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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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边把车都找好了 马上要往10丫庄去的时候 这边九鼎建材姓刘这哥们 把电话就打给王群立了 你听着 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扒着一展 喂 王总你好 我是九鼎建材的老刘啊 刘总你好 怎么事 那个车我已经派过去了 现在应该都马上上高速了 你先憋着兄弟 你先憋着憋着 你先憋着他们来 你这么点 我这儿装车的工人给生病了 现在干活的一共就俩 这100吨钢筋 俩人这什么时候能整完呢 行不行 所以你看 明天也不行 后天我得去北京开会 大后天呢 我得去一趟杭州 你等大大后天 行吧 大大后天你把车派过来 反正你也不急着用 哥们 咱这不能出啥问题吧 出啥问题呀 咱哥们合同都写了 对不对 你钉金都打过来了 我这么大店在这开着 怎么的你还怕我骗你呀 要不然咱俩一块出门 你现在过来 要不然你这边出人的 反正100吨钢筋啊 你自个算计算计 多人能给你装完 王曲立一合计也是 反正也不差这几天了 行了 那我就不这么麻烦了 我要现在去的话 还得现找工人呢 太麻烦了 我也不累 让我自个兄弟干这活 那你后天 大后天 大大后天 大大后天的 大大后天 你再过五六天吧 你过来 我基本上就在 哥们咱可先说好啊 做买卖最讲究的 就是诚信 你这边要不诚信 那以后咱没法合作了 你这说啥呢兄弟 我办公室里面挂的这幅字 就是诚信迎天下 那你没看着吗 那行吧 再过个六七天 五六天的我找你 那好嘞 哎哎 好嘞王总 哎 好嘞刘总 电话趴着一亮 诚信迎天下的背面 是能坑一个是一个 这十万块钱来的容易吧 今天晚上夜总会 我全程安排 听了吗 兄弟们 你说青岛的上十家庄 过来拉钢筋了 我给他报了这么低的价格 他就不寻思寻思 这里边有啥鬼 还群力制业 制个屁呀 走走走走 领着一帮子兄弟 这就喝酒去了 哎 这边呢 说给你得汇报了一下 说了 雷哥 我跟那边都谈完了 那再过个六七天 我就过去拉去 他现在出差了 咱剩下的尾款 咱就没法打 雷哥一听王群力 对王群力呢 是太有信心了 说行啊 群力啊 你这边怎么安排 就怎么好 没事呢 过六七天 六七天 反正咱也不着急用 那现在正在打地基呢 汇报完了以后 搁几个该干啥干啥 这个王群力啊 没事了 就在工地上盯着 这个工地上 有了王群力的加入 确实 哎 那个质量也好 包括各方面的预算 全都下来了 真的是省了很大一笔钱 日子呢 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 转眼间 这就来到第六天了 王群力一直在垫 这事 我该给他打个电话了 我看看他回没回来 是吧 要不行 我在摄像房等他一天 电话这边一拨过去啊 这边你看一街上 喂 哎 刘老板 我是青岛取利之夜 那个什么兄弟 我在开会 稍等给你打过去啊 啪就料了 哎不操 这什么意思啊 这么忙吗 人家干实体的事忙 咱们是不是太闲了 这一天呢 开会呢 一会再打了 在这抽烟 在这喝水 喝了一个多小时 抽了一个多小时烟 又给拨过去了 刘总你好 我是青岛 那个我在开会啊 一会儿完成了以后 我给你打过去 兄弟 你可千万别跟我打了 我现在已经到谁家庄了 没事啊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来 我要谈 行不行 钢筋的价格 可能我还给你拉下来 二十块钱 行吧 一会儿我给你拨过去啊 哎 好嘞 啪的一溜 给王群力吧 整的还他们挺高兴 这一吨里边又能便宜二十吗 那也不白等这几天 那挺好 接着在这喝水 就接着在这抽烟 又过了两三个小时 电话还是没打过来 这都到饭点了 你不可能还开会吧 你什么会你一开开一天呢 对不对 哎 刘总你好 我是青岛群力之夜的王群力啊 兄弟 你这电话怎么打起来没完了 我说了今天有很重要的事 我开完会 我要招待我的客人 我在这儿说喝酒 我在这儿谈业 我不就为了给你把这公斤 往下拉二十块钱 怎么就不理解呢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我这酒刚一到上 这来个电话 我刚要提杯 我刚要敬酒 你这边来个电话 你说咱这生意还有办法做吗 你这样啊 今天咱就先这样 明天我把电话给你打过去 行吗 啪就撂了 人就是这样 你再聪明的人 人家故意在这儿给你挽个套 你怎么办呢 王群力当时这一琢磨 这不对吧 这小子不能再细耍我吧 这今天推今天 明天推明天 后天推后天 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 又推明天 这不对 电话就又拨过去了 拿着电话这边一接上 你好 我是青岛 你有完不完 你有没有完了 什么意思你啊 不信我呀 我办公室 我办公室里边 我贴的就是诚信迎天下 你怎么就不信呢 我告诉你哥们啊 你最好别跟我玩一些花花肠子 你别跟我玩那些弯弯绕 我王群力脑子也挺快 你是不是亏我钱呢 你家有钢筋吗 我后期我琢磨了琢磨 2200块钱 你还挣钱吗 我挣钱 我告诉你 我有的是办法 那钢筋不就是说白了 那练出来的吗 那铁锁才多钱一斤 你能不能信我 明天 行吗 明天我一定把电话打 打给你 咱把这个事 明天你派车过来都行 那今天先别打电话了 明天我去啊 明天我上九顶街 才我找你去 听了没 电话啪的一撂下 钱来的容易 就是打发不好打发 那时间就再次 这么一分一秒的过着 转眼间 来到第二天 这一回呢 王群立 没跟聂蕾说 自个儿带着几台大车 娃娃就奔着 石家庄开始笑 这一回学聪明了 哥 提前就把这个米 准备好了 拿出来了200块钱 给后边大车 每个人准备了200块钱 剩下的钱 都在屁股底下坐着 一向石家庄 那个高速考 刘华文一看 这辆黑色的奥迪100又来了 快快快 这辆冤大头又来了 这不纯纯 散财童子吗 赶紧的 来 十多个人一上 他就给围着了 又见面了 散财童子 王群立说了 我是来办事来了 行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看看一共多台车 一个车二百 我这边都准备好了 这回学聪明了 是吧 这回学聪明了 来两千块钱给到你 让咱进去吧 行啊 放行 这一说放行 这几台车 往这家奔着 体育南路 那九顶建材那边就去了 几台大车 停在了这个建材市场的门外边 两台奥迪100 这往里开 往左一轨 再往北一顶 门口就是那个九顶建材 两个大石石的 门面装修的也特别好 但是 里边没人 办公室里边一个人没有锁是锁着的 王群立当时就感觉到有点麻烂 说你看这事整得好像是不太对路 拿着电话就接着打 连着打了五六个吧 那边就没接 又接着打还不接 从早上就一直等到了下午两三点钟 你说什么 做生意的这一天不开门到两三点了他不开门 王群立就觉得不对 我可能他们让人让人给骗了 接着等了 接着等 又等了两个小时 期间打电话打了无数次 还是不接 还是不接 完了 我他妈指定被骗了 这咋整啊 这这么大个石压庄 我上哪去找这个老刘去 这寻思一寻思 你看老刘来了 哎 副驾驶坐个小老妹 后座上坐个小老妹 从车上一下来喝的酒气熏天的 搂着两个妞子 当时这一下车 你们参观参观我的公司啊 我的公司呢可老大了 走走走 来小王把门开开来 把 这一睁眼一看 王群立站在跟前了 大力在这抱个抱 刘总啊 我真的是等候多时了呀 您太忙了 您比石压庄市委书记都忙啊 上顿喝了下顿喝 就是没有时间把那钢筋给我装上 是吧 你看 这为了见我一面啊 都得说等我好几天啊 兄弟 你说啥呢 进屋 哥马上就给你装货 他人们都得等我好几天 说我比市委书记都要忙 快快快把门开开 王群立就在这抱抱抱着行 来你演来 我看看你他们能演到啥时候 我今天非得当着这两个妞子拆你的台不行 哥几个开门坐屋里边 王群立就没别的事了 往跟前的一站 抓紧时间 拉我到你的工地上 我们把钢筋装上 我要回青岛了 我耽误不起了 我们跟衙门签的工期 马上就快到了 这边你看地也砸平了 工人也都等着 就等着盖房子了 这没有钢筋 这怎么能行呢 抓紧时间来 100栋钢筋让咱们拉倒 哎呀 你俩先那个上楼上待 你俩别上楼上来 你俩别上楼上 我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 他们无赖长啥样 钢筋呢 钢筋呢 问你们你小点动力 我小不了 钢筋呢 来老弟抽烟来 我不抽烟 大车我都带来了 物流我都带来了 我今天要是拉不了钢筋走 就把钱退给我 听着没 老弟呀 你也知道 为啥叫九顶建材 为什么我的门头装修的这么好 那是有原因的老弟 因为哥的码码实在是太忙了 那哎呀 早在你之前呢 有个老板啊 整的特别大 人家在当地啊 整了一个大广场 两万多瓶的大广场 一下子用了将近二百吨 你看说 我这脑袋把整天喝酒 我给忘了 所以说你的那一份呢 我就没准备出来 哥的生产力就这么大 你这样兄呢 谈什么退定金退定金 你定金我都花完了 你这么的 你在这再等三天 你回青脑行吧 哥为了表示歉意 物流钱我拿 一吨里边我再给你降下来 二十块钱 回头给我打没款 那时候你扣出来 这代表着哥的一个诚意 行不行 我实在是让这个生产量吧 给难住了 我都没有想到我今天 我今天生意太好了 那二百吨钢筋走出去 我挣了好几十万 我真把你给忘了 行不行 做生意 咱互相理解 咱不一定说非得今天 你那工期也不差这三五天的事 行不行 来坐下喝口场 晚上跟哥喝点 我明白了 说到这儿 我要是再不明白 我王群立脑子里边就是有盖碎了 我王群立脑子里边就是有炮胀了 是不是皮包公司 是不是皮包公司 你根本就啥也没有 在这开个门是招摇撞骗 是这么回事吗 老弟你还说话说的这么难听 什么叫皮包公司啊 那叫诈骗 不是 那就 呼 不是 什么皮包公司啊 不 那不能 咱这都是合法经营 来老弟 你看我这诚信 营天下这几字写的多好 亮彩直播间黑粉给写了 你看看这写的多好 什么叫皮包公司 我那叫诈骗 承认了是吧 你是不是承认了 那你都感觉出来了 我这不承认也没用啊 你是反应过来最慢的一个 一般情况下人两三天就反应过来了 你这半个月才反应过来 啊 你他妈耽误了我半个月的工期啊 啊 半个月我多了不敢说 盖楼三五天一层 三五天一层 我三层楼没了 那你看你早点你醒悟不了 退前来 我啥也不说了啊 我跟你们打交道吧 我我我去唐山了 啊 我我我我不跟你们这边人打交道了 不行啊 你们这边骗子太多了 来退前来 老弟你听我的 你上唐山去 你还骗 让人骗的更惨 哎 唐山那边也是我们这边人 十万 给我退回来 咱不要别的 啊 马上来 我看你这诈骗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十万块钱你也不在乎 拿十万块钱 老弟我要在乎那十万 我要不差那十万 我还至于骗呢 我就是今天骗今天花了 我这连续半个月了都没骗着 你那十万块钱我早花了 当时王群立 啪就来个嘴巴了 照那大头脑链上 啪就一下了 拍我 拍老弟 你看你那么你动手 哎 你动手 这么老弟 啊 你那么等着啊 我等着啥呀 让会计把钱给我送来啊 要不然今天 给我全给你打车 兄弟们 进屋 这一说进屋 那大车司机也会脸下子 在那个年代开大车的屁股底下 基本上都放着砍刀 对吧 那有点大的 下面都放着猎枪 啊 有个哥们当时给土枪弄出来了 紧接着呢 说拿着哎大砍刀人家十多个司机抽就进来了 给他往这一围 怎么的 把钱拿出来呢 十万块钱 作户咱呢 啊 拿钱 你他妈你敢动手是吧 老弟 哎 老弟 哎 你动手是吧 行行行 你在这待着别动了啊 我早上给你送钱来行吗 没有钱我借钱我给你送行吗 老弟 哎呀 哎呀 我操口眼了 我我我打电话来 我打电话 你在这坐着啊 你坐着坐着 坐着 我打电话 哎 不就是钱吗 多了没有 十万块钱我都没有吗 你等着我老弟啊 我给你张着钱来 哎 我操 我上门口打电话 我我我肯定是不跑 你拍兄弟跟着我行吗 往门口这一站 啊 你听着 说群力啊 大力啊 有多倒霉 啊 有多倒霉 知道找的谁吗 听故事听得细的 这会儿基本上应该能听出来了 找的谁啊 啊 现在在 高速口 在那里 找的刘花文 电话扒着一波 花文啊 哎 我是刘聪啊 老刘啊 怎么了 你带你的兄弟 上我这来一趟啊 给我把这伙不速之客撵走 这他妈打我 撤我嘴巴的 谁呀 我还也不知道 妈一会儿清倒的 出事了 你赶紧过来吧 我给你拿两碗碗钱 拿着枪过来 领着你兄弟过来 行 清倒的 是不是开着奥迪100呀 奥迪100 两台黑色的奥迪100 那是我的散财童子 那是财者爷呀 行行行 你别着急啊 我去了 不但给你打他一顿 我还得把他们身上的钱全下了 你等着我 啊 电话这边框着一溜 老刘聪啊 大师进来了 哥 你啊 我让我好哥们送钱来 那十万一分不少 别打我了 行吧 哎 把这土枪啥的放起来 老弟 拿着干啥 好老弟 不能打啊 老弟 好兄弟一辈子 不能打啊 不能打 哎 赶紧就在这左右逢远 是不是啊 他得保证刘华文到来之前 我不能爱揍啊 啊 那两个女孩当时这一看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两个女孩当时也就走了 啊 他就一直在这 不能打老弟啊 好老弟 老弟 这表情又不对了 啊 怎么能这样呢 老弟 哎 时间这么一分一秒的过着 过了大概能有半小时左右 门口停下来六台面包 一个130小箱户 从车上哗哗就得下来三十多号人 拿着狗吧 哎 刘华文拿着猎枪进来的 巨短的双筒子 这个东西威力就贼大 一进屋啊 朝着天上 开了一枪 谁啊 我看看来 后边的十多个往前这一上 来来来 围上围上围上 老刘这一站起来 华文呢 他打我来 他抠我眼珠子 往刘华文后边这一站 前来老刘来 前来 往后边 后边 当时一说往后边 刘华文他们哗擦着一下 就王群立他们全就围着了 别动啊 动打你 听什么 巨短的双筒子 王群立也害怕这东西啊 啊 直接就顶着自己肚子上了 原来是你啊 散财童子 我青岛的才是爷 咱太有缘分了 我介绍一下子啊 青岛的王老板 开着两条后的衣摆 头一回来石家庄 让我下了两个多块钱 第二回来石家庄 让我下了两千多块钱 今天又是想走 把兜里那件米都给我掏出来 然后呢 每个人让我露一稿吧 卡一刀就滚足了 听着办 以后这地方不行来 以后这地方再来的情况下 小腿指定给你掐舌的 是啊 咱果真是有缘分的 说哥们你看你这么对我好吗 好吗 有啥不好的呀 啊 头一回在这吃了亏 第二回再来吧 我何计你得带点人来呢 你一个人也没带呀 还是这几个怎么就不改呢 来来来翻兜吧来 我看看兜里边有多面 行啊 咱认栽 不就是钱吗 来兄弟们 咱把兜里钱全掏上来来 但是你记着这么一句话啊 我这个钱怎么给到你 到时候你得怎么给我拿回来 而且是乘以十倍给我拿回来 来今天我兜里边还剩一万多块钱来 我全给你了 大车司机在这 说你看给他来 没事啊 给他给他把钱给他 没事 人这些大车司机也得来掏兜 凑吧凑吧 一共是不到三万 大车司机来了好几个 人每个人兜里边都有个四五千块钱 这三四万块钱 加上之前这两万 再加上两千 这大几万块钱 让刘华文这就给吓了 紧接着啊 二三十号人把群力 他们往中间这一围在屋里 一顿小电炮 一顿石家庄小飞饺 石家庄小电炮 就给刘华文 就给王群力他们干这 给打得哼哼唧唧唧唧唧的 然后呢 从屋里边像拎小鸡咋一样 从屋里边就拎出去了 以后不行再来 听了没 记着老子叫刘华文 在路北有个混云站 知道吗 华文拖云站 知不知道 滚 这家给王群力揍的 你牛啊 你行你行 你真牛啊 好嘞 好好好 咱们走 咱们走 这一说咱们走 群力他们上车 把车倒出去 然后往青岛开始打 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啊 人家王群力就怎么寻思 怎么憋屈 怎么寻思 怎么憋屈 把电话呀 就打给你磊了 磊哥坐在皇冠假日酒店里边 说你看这个时候品着红酒 这个时候叼着一根血浆 正在这玩呢 电话突然这一响起 群力 磊哥 咱们让人给算了 怎么了 给打了十万块钱定金 结果那个公司吧 是皮包公司 这都怪我 贪图便宜 然后一直拖了咱小半个月嘛 今天我把大车司机领来了 我说能不能让我把钢机拉走 他就直接承认了 他玩的就是秀款 玩的就是诈骗 然后我跟他理论的时候 他叫了能有二三十人吧 把我们给打了 身上的钱也全让人给吓了 这前前后后啊 下了咱得大几万块钱 石家庄的谁啊 他说他叫刘华文 他是在这个高速口收这个养路费的 然后呢 是在路北啊 有一个华文拖运站 咱那些开大车的兄弟 也都让人给打了 身上的钱的运费啥的也全部交给他了 他妈的 这怎么的 这石家庄的社会这么牛逼啊 咱在石家庄认识的有人吗 咱在石家庄认识的没人 有人的情况下 咱就不至于挨揍了吗 你这么的 先回来 你先回来 先让我看着你 确定你没事理后 哥他们领你上石家庄找他去 这个亏咱不能吃啊 十万块钱的定金 再加上身上这些陷阱十大几万 再加上你们哥几个挨顿揍 那行了 这个妈咱就照着一百万药就得了 他不是收养路费吗 我非揍的 他每天养路费都送我聂蕾这来 你看聂蕾他们多狂啊 你听着 你不是打我的兄弟吗 你不是下我的钱吗 我给你要一百万 你没有 没事 你每天所挣的钱 你给别人看厂子 你收的每一份保护费 你收的每一份养路费 按月打进我的账户来 要不然 我就来石家庄打你 聂蕾心思的是这个 给这边电话夸着一料 王群立就哇哇 开始往自己家里边走 你等见着你蕾的时候 这家揍的 让人揍的跟个猪头一样了 鼻青脸弄 蕾哥看着吧 说实话也是真心疼了 那在这一时间段呢 你看 蕾哥说了没事 我给咱张罗兄弟回去找他去 有名有号 陆北华文拖运站 还找不着他人啊 找他去 蕾哥打电话开始叫人 你听着 猛龙过奖 现在的蕾哥就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什么习惯呢 只要出门身边绝对不能低了五十个 低了五十个 他没有安全卡 有被人暗杀的经验了之后 包括你看咱讲戴哥故事的时候 聂蕾上北京去帮戴哥的时候 那最起码是十台奥迪一百 一出去就得五十个人起步 还记不记得哥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谁啊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于飞 我飞哥 飞哥都多长时间没打仗了 那都憋完了 电话这边一接上啊 跟张峰在办公室里边喝茶 这边电话一接上 那 吴迪一会就出来了 你别着急 金伯帆酒店 你别着急 我让你看看吴迪砸酒店是怎么砸的 飞哥 雷哥 怎么了 打仗啊 打仗 带你兄弟过来 上石家庄 石家庄啊 雷哥现在这胳膊 身这么长了吗 我马上过去 挡着我 电话啪着一撂 紧接着你看 把电话打给了 自己手底下的四大金刚 然后呢 任浩也来了 任浩一听 要上石家庄打仗去 任浩必须得表现表现自己 五个人加上王群里六个 往这一站 一楼密密麻麻 是五十个小弟 这是精挑细选的 哎 雷哥当时说了 石家庄有个九顶建材 啊 下了咱们十多万 把群力他们也给打了 他们叫来的打手呢 是当地的一伙社会 叫刘华文 在陆北呢 开了一个华文托运站 如果说在高速口那 看不着他的情况下 晚上咱就上他的华文托运站 我就一把火把他的托运站点了 然后呢 我得给他打成残废 这是雷哥说的 虞飞他们几个人在这就这样了 雷哥 你说怎么干 咱就怎么干呗 啊 他别说打残废了 给爸爸打出来就行啊 就这么扬言 雷哥现在手底下这几个能打的 刘毅 啊 刘峰韵 蒋原 史电林 任浩 于飞 就这六个 你再加上王群立这小脑力 基本上这个团伙在青岛啊 已经是平堂了 雷哥现在在青岛 已然是有一把大哥的这么个架势了 那你看说去 咱就去呗 咱就别夹过了 对吧 聂雷领着五六十号人啊 带着六台奥地100 后边两台白色的小本田 那 后边呢 开着两个130小乡户 直接奔着石家庄就去了 聂雷当时心里边讲话了 如果你在收费站 如果你在高速口 那最好 我直接给你打死 然后扔他们深山老林里边去 因为那个时候高速口说 你看这边是隔离带嘛 里边都是树了 大坑了 要不是大水坑了 给你在那干死 我直接往里边一扔 谁也找不着我 玩事掉头 咱就回来 十多万不要了都行 十多万就买你一条命 我感觉他们有点值 这是雷哥说的 刘华强的真名叫张宝林 叫张宝林 你看 当时领着这帮的人 娃娃这一来 说你看这个刘华文 好像就跟这个 王曲丽 有缘分 雷哥他们即将 要下这个高速口的时候 那眼珠子瞪的 一个个都跟乌鸡摆放完一样了 说啥 你瞅不着人啊 人呢 今天吗 一个兄弟也没在啊 搁几个把车停高速口上 下来连抽烟 带尿泡 等了十分楼 没人过来 说你倒过来 跟我收这养罗飞啊 我在这先抓着你一个小兄弟 我先打一顿 玩事里以后 让你给刘华文打电话 我来了在这就磕刘华文了 那后备箱里边全是家伙呀 你得家伙多 这是咱知道吧 他从那神身上下的 从那个张子豪身上下的 从那个是吧 不是张子豪 从那神身 谁身上下的来着 从嘎嘎身上下的 家伙事多 在这等了 得有说十多分钟的时间了 没人来 这可起了怪了 王曲丽当时说了 这他们怎么今天不来了呢 我当时要他个电话好了 我当时要他个电话好了 对刘子豪 刘子豪啊 我老忘啊 我老忘 嗯 是那你看 人没在的情况下 大哥 咱这边怎么办呢 找个出租车 问一问 看看华文拖运站到这有多远 啊 行 王群立当时拦了一个出租车 师父 你知道这个华文拖运站怎么走吗 知道吧 他那个拖运站干的怎么样了 那不零花纹干的吗 啊 对 你们找他干啥呀 找他有点事 他平常那个厂子里边打手啥的多吗 不少 他的打手我估摸着 老得预备个二三十个 那行啊 说你这么的呗 我给你二百块钱 你得前面领着咱们 领着咱们这个车队上他的华文拖运站 你看怎么样 兄弟 你们这帮的人不会是去找华文干仗的吧 实不相瞒啊 就是过去打他去了 我瞅你们这口音也不像石家庄本地的呀 听我的 回去吧 啊 犯不上 有啥犯不上的呀 你知道刘华文他哥是谁吗 你知道刘华文他哥的大哥是谁吗 那在石家庄是这个 人家不但有权 而且有钱 在石家庄人家平躺 金波帆酒店的老板吴迪 那就是人家罩着的 哥俩全是伺候吴迪的 你知道人家多大吗 你这过来打人家 你这不扯蛋一样吗 拉倒吧 五百块钱 行吗 不用把咱们领到门口 一进那个街也好 或者一到那个道也好 你给咱们指一下 前面就是华文拖银站 剩下的牛不用管了 牛走就得了 行吗 一千为钱 一千为钱就一千为钱 带路 那你们在后边可跟进了啊 走 这一说走 这边一摆手 哪个他们上车了 跟着个小面低吧 直接奔着华文拖银站就去了 开车开了 一共能有说不到四十来分钟的时间吧 直接就看到那个华文拖银站了 离了大概能有五六百米 小面包趴着一撒这儿 往去立下来 小伙子 看上没 路西 华文拖银站 那个就是他的地方 晚上基本上他们都在那屋里边赌鸽 行 谢谢哥们啊 不客气 那我掉头就走了 千万别说是我领你们过来的 要说是我领你们过来的 回头让华文知道了以后他给打我了 华文的人品呢 不如他哥 他哥讲究 他哥叫刘花强 知道吧 为人上意 在石压庄的江湖上 基本上是没有说他哥不好的 但是这个刘花文不行 他哥就疼的 从小哥俩就没了妈没了爹 那是华强啊 把他弟弟拉扯大的 没出息归没出息 你说这些年吧 仗着他哥的名声 在外边那是15喝6啊 你是不知道道上这帮人有多烦的 但是 那有刘花强招着他 一般人还不敢动他 刘花强是出了名的疼的弟弟 你记得如果这要是打的情况下 拳头巴掌磕一顿就得了 千万别给他弟弟整伤了 说打两枪了 或者是砍几刀给打冤了 千万不行 他哥刘花强真有实力 让你们出不了 石压庄 知道吗 包括刘花强他哥无敌 那相当之牛逼了 丁桂听说过吗 我他妈倾倒了 行了我给你就说这么多啊 好好的说小孩 你们能谈谈谈谈 谈不拢能不打也不要打 不打就是和平 知道吗 我走了 开车走了 简单的给介绍了一下子 刘花强是怎么回事 这边回来就跟雷哥说了 那他哥挺大 他哥的哥挺牛逼 在石压庄应该是一把 开了个金波凡酒店 挺牛逼的 而且名下有好多的产业 身价也是千万计的 雷哥当时这边一琢磨 行啊 我就乐意跟大的磕 我就乐意跟大的干 跟小的干没意思 兄弟们 进屋就给我砸 不管他是在赌博也好 还是在干啥也好 把刘花弯给我抓着 然后呢 带回青岛 不是有钱吗 你看我能不能手了你 你看我能不能摆得了你 把刘花本人给我抓到青岛 当时是这么说的 五六十号人下来了 山东大汉打仗贼 逼逼 咱们在这分析分析 东北的刀枪炮 再加上南方混射会的 你再把河南河北的加上 你再把山东的算上 这帮人加不一块 最能打的就是山东人 首先第一点 他占体格优势 第二点 为什么叫山东大汉山东大汉 我们河北人 为什么不叫河北大汉 那肯定说山东那边铁额大 山东那边女的铁额也大 那基本上说是实话 一米七的 那边是属于正常身高 对不对 能打 那五十来号人 基本上是人手一杆小五年 磊哥现在就这种配置 从刘子豪那展来的 刘子豪一下子就送给了 磊哥二三十吧 还记不记得 再加上资格本身有那二三十吧 现在一出门 基本上五十个人 人手一把 磊哥十大金刚 他们全部是这个 人号啊 有点太乐意表现自个 他也是刚跟磊哥 磊哥给他解决了一个 这么大的麻烦 憋着劲 就想表现表现自己 这他们一进屋啊 朝着天上 哎 光就一抢 在四面八方里 这车间里边 往外面这一瞅 这怎么来五十多个人呢 刘华文他们在屋里边正喝酒呢 一听外边有枪声 刘华文说了一句 吵架我 紧接着啊 几十号人从那沙发的缝里边 从那暖气片里边 给那砍刀 啥子就蹲出来了 一下就出来了 二三十个 这就对上了 那 刘华文啊 喝了点酒 总觉得自个儿像 找一事一样 咱们都看过 征服那部电视剧吧 哥 刘华文和那个开公交车的 是吧 给刘华文撞个跟头 拽着人家就不擦手了 你开车 你不长眼睛啊 你凭啥给我 真这样 说白了啊 刘华文有点无赖 有点递赖子 有点说臭无赖子 那种感觉 大家伙 记不记得 一个开公交车的 不小心蹭他一下子 那跟人没完没了 哎 然后刘华强来了以后 阿瑟也来了 刘华强 给阿瑟一顿干 还记不记得 说了一句啥呀 再欺负我弟弟 弄死你 他就仗着他哥 哎 在外边耀武扬威 说白了啊 就是没挨过揍 就是在石家庄 没挨过揍 一说 你可别打他 他哥是刘华强 刘华强的哥是无敌 你可别那场 是不是 就都让他三分 一出来 那没挨过揍的 那个死处就来了 手里边低了 他那个破剧短的 小二连 往跟前的一上 他是真扬严呢 脖子跟着 才在这扬严呢 哼 这不 擅财童子来了吗 一个擅财童子不够 这回给我带来 五十个擅财童子啊 啊 怎么事啊 还整我推占来了 想死啊 雷哥往前这一来 对了 他就是活得太安逸了 一个温室长大的花朵 这么牛逼啊 没挨过揍是吧 我今天让你体会体会什么叫飞来的横祸 啊 打 这一说打 温室的花朵真火拼的时候 他行吗 他不行 温室的花朵 只是温室的花朵 只是跟他哥出去的时候行 只是说 一帮人打一个的时候行 人这边四大金刚一上手 再加上人号 人号太乐意表现资格了 小五零 扒着一撸 往前面这一来 打 那基本上看人号一个人就得了 他后边领这二十多个吧 也他妈不太行 跟孬总也一样 棒棒这一蹦 全来我 赶紧跑 那边就赶紧跑了 渝飞往前一上 跑啥呀 来呀 一边打 渝飞一边说 老的是青岛代表队 老的是青岛代表队 打 哐哐的哥 真干 就是崩了能有十多秒钟的时间 基本上是把刘花文就活捉了 那嘎巴这掐的小脖 往地上一按 别动来 别动 后边那些再跑来再跑 谁跑给我炒脑袋 炸 渝飞炒脑袋上 筐就干了一个 哎 但是没打着啊 打后机 打后卫上了 帮着一下给哥们就打下来 谁再跑来 回来 都他们回来 谁再跑一下子的 我探个来 你想跑啊 筐就甩一枪 那给刘花文就按这了 俩人掐着大额巴 哎 史连林把家伙事的脑袋上一顶 刘逸他们在这按着他 蒋元刘凤玉在这按着他 别动 当时就把这个温室的小花朵给拿捏住了 哎 把温室的花朵就给拿捏了 但是你看 这拿捏住了不要紧 咋的 听着啊 其他人呢 全给我砍了 剩下这个温室的小花朵 给我带回青岛 打 回来你们来 回来 每个人让咱们砍一刀 每个人让咱搂一刀 我保证啊 啥事没有 你们要是敢跑 让我追着你们 我直接朝脑袋上帮 都过来 那一看人今天来的这帮人 是真敢拿的 人这帮人 是真敢干的 哥几个在这 耿机耿机耿机 都过来了 都跪下来 于飞在前面啊 都跪下 都给我跪下 来吧 都跪下吧 快点点 别要面了 现在不是要面的时候啊 都跪下 那男儿西下有黄金的 能轻易的就给人跪下吗 不行 于飞这一看 我要不打一个俩的 你们还真是不跪下呀 啊 框框这两下 打跪下了 俩啊 来 你们要再不跪下就跟他们一样 跪 那不行啊 谁也不想挨揍啊 啪啦啪啦 这一大片啊 全他妈跪下了 在这就全跪下了 哎 就用东北往事里边二虎那句话来说了 都给我剁了 你就看着 后边那小兄弟们可摆着练招的时候了 一顿砍 在这一顿干 在这一顿干 给这二三十个小兄弟每个人身上基本上啊 就全给搂了一刀 全给搂了一刀 搂完了以后给刘华文摁车上 直接这就带回青岛了 往青岛那边就开始压 那你说回到青岛了以后 这小在车上没别的了 就是一句话 让我哥知道了你们得怎么怎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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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别的话了 在车上啊 蒋元刘峰玉刘毅混轮着奏 害你哥害你哥 你不就存是个温室的花朵吗 那给小博一瞎朝那小杜囊上 哐哐哐就一顿捶 朝那大姐杜囊上哥 这几个小时的时间 打了他的十多优 来到皇冠假日酒店以后 俩手在后边绑着 脑袋在头套套着 雷哥当时过来 把这头套给我摘下来 摘下来 把头套给他一摘下来 你哥挺牛的是吧 给你哥打电话 你哥不是特别疼你吗 你哥不是特别喜欢你吗 一百万啊 看看你在你哥心里边 能不能值一百万 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那我就送你走 那我就送你走 雷哥从后边啊 给这小鸟子一蹬出来 上堂打开保险 脑袋上扒着一顶 你等冰凉的枪口 真正顶你脑袋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哥 拿不拿 打不到电话呀 不打是吧 以为打他脑袋上了 顶着脑门往旁边一偏 在这个地方 哐着开了一枪 那火星子基本上把这就了着了 而且这个耳朵当时耳鸣 刘花文的耳鸣了很长很长时间 那我念蕾这个人呢 说一从来不二 我让你打电话 你要是再不打 下一枪我打你脑袋 你可以试一试 三 二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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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电话还不行啊 我打 打是吧 行 把电话给他来 让他打 给他解开 一说给他解开 雷哥小二郎屯往这一翘 二郎屯往这一翘 就等着打电话 这个时候呢 把刘花文从后边的手 已经是解开了 解开了以后啊 手里边是个拿了电话 看了看这 黄瓜家日酒店的格局 我跑基本上是没什么希望了 那 终于拿了电话 是打给他哥了 小花朵终于是直到害怕了 那 你不秃秃别人行 你要说不秃秃念蕾 那你是在吹牛哺 阿哥 你绝对是在吹牛哺 电话这边 扒了一拨过去 喂 哎 哥 我是华文呐 华文 怎么了 这声音怎么这样了呢 哥 我让人给绑青岛来了 什么 我让人给绑青岛来了 谁呀 青岛有一伙叫 叫念蕾的 你怎么得罪他们了 哥 先别说了 人家现在要一百万 要不然就得弄死我 我上哪 给你弄一百万去 咱有一百万吗 那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他们这帮人老狠了 直接来到我的华文托云站 把我带走的 所以你看要不拿一百万 就把我剁碎了 喂鱼 青岛这边的海老多了 哥呀 哥我害怕 哥 你就啊 哥 你他妈别哭 你他妈别哭 你哭什么呀 你让他们接电话 他们在旁边没有 赛哥 你赶紧给我张楼前往 我整走 哥我害怕 他们要剁了我 小军那两腿 全让他们掐舌了 哥 你让他们接电话 快点 你他们有点出息啊 别哭 把电话给他们 我哥电话来 给打哭了 华文真哭 那可不是假哭 这边啊 雷哥拿着电话一接上 你也雷就基本上 一个子不往下还 我要多少就是多少 你这边准备钱 张楼前就得了 喂 哥们 说你看咱们远日无缘 金日无仇 你这么做 有点太过分了吧 放你娘的屁 我过什么份呢 他要不打我兄弟 我能打他吗 他要不抢我十几万 我能打他吗 你这个老弟啊 有点过分了 兄弟啊 你要是不会管教 我帮你教育教育 我得让你知道啊 心疼自个儿的老弟行 但你要是用这种溺哀的方式 你只能害了他 我也不咋地他 我也不打他 我也不动他 抢了我十多万 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然后呢 凑够一百万 给我送到青岛全豪实验 是皇冠家日酒店 是新一城夜总会 红星震台都行 一百万 一个子不能少 明天晚上之前 你要是给我送不到 我就给你老弟 剁叭了喂鱼 兄弟 咱都是一条道上走的兄弟 互相给个面 我老弟呢 打也打了 你骂也骂了 你气也出了 我没出气 我可这口气 我一直在这顶着呢 我见不着这一百万 我可出不了气 你记得 听着 电视里边演的刘花强没毛病 这个人就极其地讲义气 送情分 你知道给聂蕾说了一句什么吗 你知道吗 哥们 我想办法抽钱 你千万别动花味一下 行吗 咱们出来混的 无非讲究个道义 无非讲究个情字 你们是山东人 山东大汉 在我眼里边 印象特别好 我希望你不要那哈 你放心啊 没见着钱之前 我指定不动他一下 那行 我想办法张了钱 好嘞 电话卡的一溜 靠 一百万 往哪去涨去 但是刘花强这个人 确实仗义 寻思一寻思 把电话打给谁了 打给吴迪了 打给吴迪了 吴迪这边拿着电话一接上 吴迪那可是大老板了 现在比涅磊混得一点也不次 这可是大老板了 你要说刘花强 现在在谁要装 是什么段位 相当于青岛的杨九张峰 在上边永远有人在压他一头 把电话打给吴迪了 那 金箔翻酒店 吴迪拿着电话这边一接 喂 哎 花强啊 笛总 忙不忙啊 你要不忙的情况下 我过去找你一趟吧 我不忙啊 怎么了 还非得过来找我 有什么事 咱在电话里边说就行吧 我老弟出事了 然后 见面跟你说吧 行吗 那行 我得金箔翻呢 你上来吧 行 好嘞 电话挂着一撂去 当时啊 刘花强就来到了这个金箔翻酒店了 你等见着吴迪的时候 这心里边啊 基本上就踏实了一半 吴迪那是太有钱了 94年的时候我多了不敢说 千八百万的现货随便往外拿 这就是吴迪 啊 见着吴迪以后 刘花强说实话都想给他跪下了 这边吴迪一瞅说 花强你干啥呀 没必要整这一出 咱哥俩你来这干啥呀 李总啊 我老弟出事了 我是真不想让他出事啊 说得你看着 他们让人带到青岛去了 带到青岛了 说这个事啊 也赖这个花弯啊 打着我的名声 在外边说 你看药物羊胃也好 在外边羊胃也好 这一把真惹到人了 人家现在啊 跟我要一百万 把花弯数走 要不然呢 在青岛就把花弯剁了喂鱼 卧槽 一百万他也真敢要啊 关键是花弯下了人家十多万呢 你是怎么想的 我的意思是先把花弯整出来 然后不行再干怎么办 我现在是真不想花弯出一点事 你也知道 我从小看着花弯长大 我既当爹又当哥 我一把屎一把尿 我给他拉扯大 如果说花弯没有了 我刘花强活的都没意思了 我妈咽气的时候拉着我的手 告诉我说 宝林啊 一定要把宝医长 给他娶上媳妇 让他好 让他跟你一样好 花弯要是出事 我真活不了 我宁可我有事 我都不想让花弯出事 钱呢可以给 但你不觉得一百万有点多吗 你没跟他还还价吗 我哪还有心思跟他还价了 我这 要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打一个 能八十万下来 咱别给一百 能五十万下来 咱别给八十 你得琢磨这个呀 是不是 他张口要一百万 那不能他要多少要多少 那咱成啥了 说的咱也太啥也不是了 那再一个 他也未必就真敢把花弯弄死 花弯在他手里边多少还值个钱 如果要是把花弯弄死 那他就一分钱都得不着 而且咱还得找他 你放心 这会人绝对不傻 这些问题他绝对想到了 吴迪聪不聪明 公平让告诉我 你真敢弄死花弯吗 你花弯现在是你的摇钱术 你就框框两刀把花弯打死 你是一分钱得不着 哪怕我就把你吓得你这十多万 给你吐回去 你也不至于说整个 钱没有了 对不对 拿着电话就打给吴迪了 吴迪就打给倪磊了 吴迪这是正二八经的 生意人的 这是正二八经的生意人 他特别会砍价 电话这边一拨过去 说你看啊 拿着这电话当时趴着一街上 喂 你好哥们 我是石家庄的吴迪 聂磊也听说过 他听着出头车司机说的 刘华文他哥是刘华强 华强的大哥是吴迪吗 你好哥们 请到聂磊 兄弟 华文在你手上 对吧 在呢 他现在 现在啥事没有 到明天这会儿 我就不敢保证了 说你看都是在一条道上走的 互相给个面子吧 蛇小家 顾大家 你呢 稍微便宜点 让我把华文接走 以后你到石家庄来 多我个朋友 我到青岛去多你个哥们 永远比计较那二三十万 三五十万 咱俩变成敌人要强 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但是啊 我念了一 不交朋友 第二 我也不需要朋友 第三 我对石家庄这个地方 也不大感兴趣 这叫夸 这叫拿捏 别跟我交朋友 他妈打我钱 心的啥了 捏蕾永远不可能像阿光一样 仁义 永远不可能像代哥一样 就这个事我告诉你 代哥也不会说行 便宜个三五十万 我交你个朋友 咱俩交得着朋友吗 你这是熊我来了 还是跟我交朋友来了 你一句话 咱俩成哥们了 我就得给你免三十万 免五十万 我兄弟怎么办 也挨打了 三五十万够分吗 王群立随便打一顿 现在不值这个钱吗 对不对 王群立随便打 你打了王群立是一百万 打了我 一百万可下不来了 你在这跟我交什么朋友 那下午钱的时候 我群立要跟你交朋友 你怎么不交呢 对吧 我一不需要朋友 二不交朋友 第三一百万 一分钱不能少 明天下午给我送过来 明天下午 我要是见不着 这一百个打不了的情况下 我坐地把这刘华文就打死 不信你看着 兄弟你别狂 你别狂 你真敢把华文打死吗 华文现在是你的摇钱术 在你手里边多少 它是个钱 你要给他整死 不但一分钱整不着 我还得上青岛干你去 那你来 你来 你别失我脾气 你也别挑战我 明天晚上六点 我又是见不着明 我真就把华文打死 那十多万我不要了 我他们也不差这十多万 我打你 你看我能从你身上 整着钱吗 你试试 一听那边好像说 不管是那华文在这 哥呀 哥救我 雷哥在这 打 这一说打上来十多个 咔 啪啪的就开揍了 这边打着华强 真心疼了 迪总 迪总 哎呦 打四大金刚给华文往这一顶 响响的全都扒上就上了 给打的 哥呀 赶紧救我呀 赶紧真打我 迪总 迪总 刘华强哭呲一下给无敌跪这了 就当我借你钱了行吧 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迪总 不能让我弟弟挨打呀迪总 刘华强自个儿有个五六十万 我就借个四五十万就行 啊 无敌这边 行行行 你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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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一百万是吧 行 明天我给你送过去 啊 华文要是有一点事 你放心 我只要见着钱 你只要答应给 从此以后 到明天下午六点之前 我指定不再动他一下了 啊 行 不就是一百万吗 行哥们 你让我见见你啊 我看看你有多大道 给我个地址呗 青岛 市南区 中山路 全号实验 行 电话巴着一料 你起来 你干啥你啊 刘华强绝对是个性情的汉子 这人绝对适合交哥们 啊 只是他宋大哥在道上 比他早玩了两年 要不然刘华强的名声 老虎不能略知一二 是吧 华强这边一站起来 迪总 我自个吧 有个五六十万 你借我四五十就行 一年之内我就还你 行吗 或者是我免费给你办几回事 行吧 啊 不就是钱吗 喂 给我准备五十万 现金 拿我办公室来 电话趴着一料 这边刘华强 趴着一整 大海 看看咱一共还剩多少钱了 帮我约一下 把钱全取回来 拿到金波犯 拿到迪总这来 好嘞 电话这边框着一料下 啊 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把这一百万凑够了 紧接着啊 刘华强带着韩岳平和胡大海 咱就不提真名了啊 咱就说电视剧里的名就得了 带着韩岳平 带着胡大海 然后呢 随机 带了八九个兄弟 吴迪这边 你知道带的是谁吗 啊 这小子比刘华强敢干 而且这小子也猛 顶棍 大名叫李建奇 那 带了能有说二三十个人吧 开着车 奔青岛就去了 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吧 这个刘华强基本上就顾不住了 哥 心想我得赶紧的呀 我得赶紧把我老弟熟出来 但是你看你越关心 你越乱 越关心越乱 磊哥讲话了 这一百万我是拿定了 我就指这边发财了 磊哥就讲话了 这一百万一到 我拿出五十万来 我再买台奥迪一百 我奔着七台干 我再买台奥迪一百 只要有个事 我必须来一台奥迪一百 兄弟们现在也都倒断了 跟着我在青岛 现在也都有名号了 你像群力了 奖元了 这些出去不都得开着奥迪吗 你不开奥迪的情况下 哪里有牌面呢 对吧 在当天晚上不到十一点的时候 哥几个就来到青岛了 打了一个出租车 就来到了聂磊的全豪实业酒店 把车往这一停下 给聂磊打了一个电话 喂 我到了 到了是吧 带多人来啊 我这二十来个吧 是给你送钱来 我不希望给你打仗 我把钱给你 让我把花纹领走 行吧 行了 那我下去接你一趟 好歹也是石家庄大哥来了 那我得拿你当回事啊 等着我啊 电话这边 扛着一撂下 雷哥当时戴着眼镜 身边四大金刚加上人号 再加上王群立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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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楼上就走 雷哥在这里边准备了得七十来号打手 虞飞也在呢 大卷连门的框仓 往上这一撂给一楼挤了个满满当当 两边人往边上一散 雷哥从中间就出来了 在这盯着吴迪 说白了啊 雷哥当天跟我穿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个半袖的小西装 里边是一个白色的小打点 戴着一个眼镜 今天刚里的头发显得格外的精神 就往这一坐 哎 那绝对是嘎嘎一嘎嘴 这个时候 吴迪上来了 你是你脸啊 我是 你好哥们 认识一下子 谁要装吴迪 钱呢 钱带来了 哥们开车好几百公里 不请咱们上楼坐一坐吗 没必要 把钱放着 我把人给你拿出来 把人带走 谁是刘华文的哥哥呀 华强往前面的一上啊 华强就觉得吴迪在石压庄就够狂的了 就够傲的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见到聂磊了以后 身上这股劲 那比吴迪迪狂了一倍呀 后期刘华强给聂磊起个外号叫傲磊 青岛傲磊 我是 你好哥们 我是刘华强 弟弟太不懂规矩了 以后多管教管教 不然以后得吃大亏 我聂磊这个人呢 就是先明后不正 把你弟弟带到青岛来 我招待招待他 你应该不能介意吧 这个时候啊 华强就开始使劲了 稍微捏着点 捏蕾的手 不调理 希望蕾哥高抬贵手 把我弟弟还给我 把钱拿上来 这一说把钱拿上来 哎 几大箱子前往这一放 趴着一点开 蒋元 上 蒋元当时啊 来到这几个箱子 跟前爬了爬了 发现最起码都是真命 一百万只多不少 可能多个几千 多个一万 算我送给你的 雷哥当时说了 痛快 我就喜欢你的性格 我就喜欢你的脾气兄弟 钱我收下来 把刘华文带出来 把刘华文往外边这一带 往地上这一扔 刘华强当时起杀心了 真给打屁了 那抓华文的时候 本身就打他了 你寻思寻思 一开始不给他哥打电话 在楼上又揍一遍 打电话的时候又揍一回 那四大金刚在这圈踢一个 你现在还能有好 给揍的鼻青脸肿啊 这嘴唇往外秃秃着 眼眉也让人打开了 脑袋上开了好几个口子 当时见着他哥以后 哭思一下子 抱着他哥的腿 跪地上就哭了 我问问你 刘华强这么心疼他弟弟 眼瞅着自个老弟让人打这样 他心里边得什么感受啊 刘华强啪的一指捏来 捏来 钱我他妈都给你带来了 把我弟弟打成这样啊 好吧 你没有弟弟啊 我把话放着啊 我把话放着 今天这事不算完 你他妈记着 我叫刘华强 我先给我弟弟整一院去 这次咱指定是不算完 听着吗 听没听着 石家众王我不去 来青岛敢跟我动手 打死你 不信试试 不信你就试试 行啊 我没见过你这么狂的 哥们 江湖再见 江湖再见 吴迪当时瞅着聂蕾 哥们 什么事啊 别太过分 太过分了吧 容易给自个儿把后路堵死 是吗 群立啊 你出来来 王群立 人家也往前一站 也让人打得跟猪头一样 你包括人群立那帮的兄弟 有的挂着胳膊 有的后背上挨两刀 不都给人砍了吗 我过分啊 你的兄弟是兄弟 我的兄弟不是人啊 这是我的军事 王群立 你给我打成这样 你说我过分 这些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的老弟 哪一个没让刘华文砍了两刀 你自个儿看看 我可以了 我在青岛够给你们点脸了 你要搁头两年 我那脾气 我最起码打射刘华文一条腿 滚蛋 行 走 这一说走 领着刘华文 上车 听到他们没有离开青岛 没离开 随便找了一个酒店 这就住下了 一共包了两层 包了得有二十来个酒店 这二十来个 一共说能在三四个屋里边藏着 瞇着 那剩下的这十多间是给谁预备的呀 吴迪心里边不服啊 刘华强心里边不服啊 就觉得这个叫念蕾的太过分了 我不能回家 回去我也是张罗兄弟再来 那么你看 我就直接从石家庄调兄弟 我抓着你 我得跟你要三百万 我还得把你念蕾打个乱七八八 把电话拨打给谁了 知道吗 石家庄最有名的谁呀 白鞋队呗 马老敦呗 谁呀 保定口音八字胡 我宋老虎 认识我呗 认不认识我 这小子打仗的时候 专门捏人懒了 白鞋队 宋老虎 真烫 给我棒了 你宋大哥在道上 比你早玩了两年 我宋老虎这个人最假道理 必须把老虎叫来 老虎是真能打 你要说这帮石家庄的社会 谁最能打 必须是宋老虎 电话 叭叭叭叭叭叭叭着一拨过去 宋老虎 八字胡吗 喂 低道 老虎 低道 你带着你的白鞋队 给我到青岛来一趟 有个叫念蕾的跟我灯喝 知道吧 打他 他妈的 打他 从我手里边 涨了一百万 这不是哈森 宋老虎也这样 宋老虎不也是八字胡吗 宋老虎 宋老虎是这样 八字胡可能是这样 这是八字胡是吧 哈森那是往上翘着 上哪儿 清道啊 行 好嘞 我修理修理胡子 我就过去 把你白鞋队里边 最能打的人给我带上 小板斧 全部给我准备好 来了以后 见着你来 就给我往死里砍 知道吗 你放心吧 我老虎办事 你还能不放心吗 电话啪了一撂下 宋老虎这小子 是个喊言 这是真正的社会 这是真正在社会上 有地位的 这么一个社会人 说你看 宋老虎一共张罗了 能有三十号 他的白鞋队 姨妈全是小板斧 姨全是小白鞋 白色的小内衬 黑色的小裤子 白色的小球鞋 每个人手里边 都拿着一把小板斧 当时啊 从石压庄 就哇哇 开始往青岛这边 看 开始往青岛这边撩 你等说到了青岛以后 就已经和吴迪他们会合了 和吴迪他们会合了 紧接着说 你看 他说我们这帮人呢 他都认识 不太适合出面 他每天都会在全毫十业办公 明天早上也好 是明天晚上也好 你盯他一天 从明天早上 你就开始盯着他 一直盯他晚上 你等他晚上 从全毫十业出来的时候 拿着小板斧 就给我砍个稀巴烂 只要得逞了以后 给我打电话 我会在高速口等着你 这个是成与不成 咱们回高速跑 但是我希望啊 你能把这个叫聂蕾的 给我砍个稀巴烂 他穿着一个白色的西装 戴着眼镜 你看哪帮 你看这帮的人最捧谁 谁就是聂蕾 你放心吧 我送老虎办事 也就是 我送老虎办事 绝对是板着 哎 小八字谱 往下来一掌 小八字谱 我绝对是板着 那就行了 你去吧 把车啥的给他们 给了宋老虎几台车 宋老虎当时开着车 奔着全毫十业 这边就去了 白天 他就看着聂蕾 白天 他就看着聂蕾上班了 知道不哥 看着聂蕾上班了 穿着个白色的西服 还是昨天那时 戴个悬价 白鞋队三十来号人 穿着小秋鞋 就一直徘徊在这个全毫十业 让谁给瞅着了 知道吧 让王群立给瞅着了 王群立当时一看 说好几个小伙子穿着打扮 都一样穿着白色的小皮鞋 这是过来干啥来了 这是干什么的人呢 也没往心里面去 因为宋老虎领的小兄弟 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岁小孩 也都是二十多岁年轻人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人家没有选择开车 把车就送回了吴迪 他们所在的那个酒店 他们每个人腰里边 都别着一个小班府 就散落在这个中山路上 等晚上聂蕾下班的时候 他们会统一的一拥而上 朝着聂蕾 这些人就一块砍一个 他们打仗吧 就呸 当年啊 莫蕾的风范 就三四十个人就砍一个 给砍个烂蛋 晚上里以后就走 你想想这事还能有好吗 时间这么一分一秒的过着 一分一秒的过着 聂蕾突然接到个电话 谁呀 老万 找他去吃饭 商量商量 看看这个工程怎么事 因为毕竟 这个工程下来了以后 咱比如说 这个活下来挣五百万 他最起码得拿出三百万来分 哪一个我都得打点了 钱不是一个人挣的 我说的是实话不搁 老万得不得给点 李海这边给 得不得给点 王振东给不给点 你包括说 蔡正荣这边给不给点 你给股东分不分 所以说 雷哥的钱也是非常紧 找老万也是商量一下 咱们怎么分钱 从楼上领着一帮老弟 这就下来了 而且手里啊 一直是在接打着电话 来到一楼的时候 把老墩子当时就瞅着这帮人了 人在小对讲机里边 就说了一句啥呀 给我上 这一说给我上 一帮小孩刷一下就上去了 我问问你 你看着这种产面你忙不忙 就连掏枪的机会他都不给你啊 啊哥 从这后边一拿出来 一骂全是这种姿势 朝着你就这么着来了 三十多个奔着聂蕾就来了 谁第一个先看见的知道吧 蒋元 蒋元可倒了血没了 这边正给蕾哥开门呢 刚一回头 大阪府哐叉这一下子就过来了 蒋元往这边这一躲啊 削着这就帮着一下 一个大阪府就直接楼汽车那板筋里了 往外边这一转紧接着第二斧 吵着蒋元就过来了 剩下那好几十号奔着聂蕾这边开始来 就速度那个快啊 让你往后边拔枪你都没那个时间 你要说一边跟他们干着 一边能从腰里边掏出来 拉响了上保险打 那基本上这个人就被砍成肉泥了 飞哥今天晚上出事了 于飞这小子敢干吗 一看全朝着聂蕾来了 好多人在这围着聂蕾 蕾哥那脾气也不行 他往上低了你 别管我来 别围着我上去干你来 快点点 蕾哥在后边摸枪 发现自己家伙是没拿的 为什么呀 去找老万吃饭 能不能拿枪 公平上告诉我 你不扯淡的吗 这帮人身上没人带家伙 都指望去见老万姐 东西都在上面呢 聂蕾就大嚎了一声啊 上楼拿枪去 一说上楼拿枪去 马老蹲得吓了一跳 拿枪 拿枪能行吗 快 他们没枪 迅速解决战斗 一说迅速解决战斗 几十人的小班府 而且全是这种手势啊 就这么多你 于飞啊 往后腰里边 一弹出来 拿出来个枪刺 一个小子朝着于飞 夸着一来 飞鸽这一躲开 拿着小枪刺 刀 啪啪的一下 扎肩膀上了 紧接着啊 你看这种仗就是啥呀 谁能打 谁敢打 这一帮人就先解决这一个 我说的对吗 跟我一块出去的有二十个人 别人都在防守 只有一个人进攻 那就是于飞 我问问你 这几十号白鞋队 他打谁 肯定打于飞呀 对吧 马老蹲的在后边 先别整 来 先给我打这小子 几十人夸着一这个 朝着于飞就过来了 飞鸽在这拿这东西 啊 怎么事 怎么事 我操 这他们一上来 于飞这也真是个汉子啊 也真敢跟这几十号人比划 一个小孩拿着小班府 啪的一来 飞鸽这手 嘎着你抓住手腕的小枪 噗噗噗 这一下就来了 但是旁边的三四个小班府 是结结实实的 砍于飞身上了 就哗哗哗 三班府 这个地方一下子 这个地方一下子 然后呢 后肩膀这一下子 飞鸽这胶式 他擦一下 没拿住 这膀子一下就搭了下来了 紧接着 后边那些小班府 往前这一来 又一班府 结结实实的从这 把于飞就拦开了 史电林当时一吵 飞鸽 你看啊 聂磊当时一滴了史电林 快点点 去帮于飞去 史电林往前这一上 剩下 后边那十多个补刀 那马上就上了 现在他身上挨了四下子 如果说 后边这小班府 啪啪啪 这十多把 全搂于飞身上 于飞当时就得逛 史电林往上一来 飞鸽 啪这一撞他 给于飞撞个针斗 赶紧进去 给于飞撞个跟斗嘛 于飞从地上爬起来 赶紧往屋里边去 这个时候 楼上小孩 给五连的就拿出来了 但是史电林 也他妈倒霉了 你把于飞撞开了 于飞跑了 那这些人不干你吗 一掏身上 全都没家伙事 于飞赶紧的说 快点 给我 你说快点 给我 手里边接过来了 一把五连法 你等说于飞 一拿着这个东西啊 就这两膀子 基本上是 疼的受不了了 三下子 把这胳膊都砍大了了 你想想 得砍成啥 让他给他 胸口上来一下子 自个儿往下边 这一瞅 那小西瓜 这嘎嘎 余飞把这衣服往这 哨 这一鹿 拿上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而且那个小孩 基本上是 蹬出来了 有个六七瓦 全在环里边抱着 史电林让人砍的 围着这车 一圈一圈的跑 给聂磊的奥迪100 就砍的 基本上是报废的 围着车一圈一圈的跑 让那会白鞋队上去 这边林哥拿枪 啪啪的一拿枪 史电林接着了 于飞现在有 刘毅这边 给我给我 快点 当一说给我 往回头这边一要呢 朝着刘毅后背上 啪啪就是两板斧 给刘毅砍一栽外 刘毅正好扑到 拿枪那哥们儿怀里边 把家伙事往手里边一拿 这哥几个眼神就全变了 啪这一撸 再上来的 这是真打了 这是真打了 这可不是假干了 那刘毅手里边拿着 飞鸽在这 实在是端不动了 咋的 往人群里边一栏 都起来了 都给我拿手里边一个 史电林嘎巴巴的抓手里边一个 飞鸽 鱼飞这边 往前这一上揪起来 脑袋上扒着一顶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扔在这了 鱼飞 啊 人配合的行吗 给我拿手里一个 史电林嘎巴巴就揪住一个 人的小班府都他把砍起来了 冒着让别人把小班府看我身上的风险 给鱼飞拿住了一个 飞鸽一接我来 朝脑袋上 框就一下了 那个年代火拼就是这么大 你是不知道丁桂 在实验状是怎么起来的 有的人说了 你讲的故事太悬了 有人说你讲的故事根本就不可能 兄弟 你没见过八九十年代黑社会火拼 你没见过抢矿 拿着小炸药包来回扔的 你没见过为了抢一个矿 给十多个人光击这一 这一炸药下去 给十多个全部闷死里边 你没见过 实验状 丁桂成名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打吗 领着一百多个晚上 找个夜黑风高没人的地方 就是对着楼 一死就一大片 打鸡眼了 对吧 打鸡眼了 那个年代的社会远超你的想象 知道吧 拿着小五链打这是啥呀 唐山三宝他们抢矿 开着装甲车 开着坦克 我说出来你都不信 像天方夜谭似的 你见过社会吗 你了解那个年代的社会吗 没事理后多学一学 没事理后多查一查 那火埋了 或者是无马分尸了 最牛逼的社会 你知道吗 马老蹲子干的最变态的一个事啊 长了五台小奥拓 那个时候奥拓叫啥 叫快乐王子 大家会还记不记得 那是01年的时候 四台奥拓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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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胳膊 两个腿 全给你吊上 四台奥拓同时加速 嘎娃 隔膊腿活生生 给你拽下来 见过这个吗 你老觉得假 你老觉得假 为啥给 为啥在东北混社会的 都给他们起个名 叫刀枪套啊 玩的就是砍刀 玩的就是枪刺 炮就是这个 光光 逮住我就干你 对吧 你不懂那个年代的社会 你就得把嘴闭上 要不然的情况下 让人笑 知道吧 那这哥几个 一拿着家伙事的时候 乒乓着一打上 我问问你 你还跑得了吗 毛老敦子当时一瞅不行啊 整不过人家了 这边一摆手 一吹口哨 一吹口哨 那意思是撤了 一吹口哨 那意思是扯呼 扯呼是啥意思 就是撤了 但是你跑不了了 为啥呀 聂磊听到了一个 久违的声音 谁呀 雷 我来了 谁呀 王国志到了 这是市南区中山路 旁边就是王国志的小派派 记不记得王国志 你累的头一个贵人 吉莫路 小派派 王国志到这了 从车上一下来 王国志这绝对是个牛逼的人物啊 这绝对仓 都他妈别动 谁呀 我看看 谁 挺个大肚子 一共来了撒胯子 六个阿斯 挺个大肚子吧 谁呀 别跑了 你怎么再跑 回来 马老顿的一瞅完了 这不完了吗 扭头 他这些兄弟没跑 马老顿的跑了 来阿斯的 你妈什么 扭头就跑了 十多个人 手里边拿着枪 再加上六七个阿斯 两把这个 给这二三十个小孩 往中间一闻 来 把这小板斧全给我下了 来 都给我带回拍手 带到 聂脸 来到了王国志 跟前 志哥 你他们来的太及时了 你要是再晚来一分钟 你累地就他们扔这了 没事 你这不没扔这吗 怎么回事啊 这听口音不是本地的呀 从石家庄来的 过来干我来了 过来杀我来了 胆不小啊 带走 先审 完事了以后 交给市南分公司 走 交给市南分公司 这就要交给王振东 交给王振东 不就交到咱自个人手里了吗 那雷哥这回是不是又能挣点名了 给几十个小孩 嘎嘎一下子在看书所里边 砸了一晚上 第二天就交到市南分公司了 早上一睡醒 雷哥啥事也没干 把电话就打给分公司的王振东了 你听着 那到我这自个地盘了 现在我问问你兄弟们 一开始白鞋队来的时候 雷哥没占据主动优势 我说的对吧 但是现在我这一下抓住你好几十号 我占没占据主动优势 这回占据了吧 那我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了吧 你看着啊 聂雷有多霸道 你看着他有多霸道 我就说这最到家的话 一会儿吴迪来了 或者是那个丁桂来了 包括刘花强刘花文来了 在青岛怎么揍的 李正光就怎么揍他们 你看着这小子有多狂 你不是来干我来了吗 你看吧 电话扒着一拨过去 东哥 我念脸 兄弟 怎么回事啊 这一早上送进来二三十个 这些人啊 从石牙庄上青岛过来干我来了 昨天晚上是王国志及时赶到 带着阿瑟把我救下来了 你听着 这些人给我关狗笼子里边 把衣服全给我扒光了 拿着水枪给我撕 十五分钟一拨 十五分钟一拨 一口水不行喝 一个干粮不行给 如果要是有人去分公司找你 他们找到咱们山东本地的阿瑟 如果你要是为难 给我打电话 我来摆平 听着没 那行了 你放心吧 这事我指定给你安排好 我现在马上上分局去 给电话扒着一撂下 这个时候 马老墩子回到了这个酒店里边 见到无敌的时候就说了 完了 操蛋了 完了 怎么的呢 不知道他们从哪出来了几个阿瑟 把我二三十个兄弟全给抓了 现在我估摸着应该要交到 市南分公司了 说你赶紧找人 把我这帮兄弟整出来 我这领着这么些兄弟 帮你打仗来了 我这兄弟不能舍里头 你别着急 咱有瘾 不是没瘾 对不对 我来 看来聂磊在青岛 还真是挺大的 那还他妈说啥了 这小子真能 真是行了 无敌当时就为了办这个事 有人说聂磊现在干啥呢 磊哥手底下几大金刚干啥呢 现在在康上桌里边正揍他们 你不是穿小白鞋吗 你知道念雷在这里边怎么揍他们吗 给鞋一拖下来啊 你不是小白鞋吗 给鞋一拖下来 一个小时一拖下 15分钟拿着水墙 当当在里边吃 一个也变相好 而且都得带喊口号的 喊什么口号啊 我是狗杂碎 我是狗杂碎 在里边都得这么折磨你 磊哥现在在分区里边等啥呢 我问问你 我等着有人摆事吗 有人摆事 你看着的 我他妈谁的面我也不给 有能耐你就找到试鱼 你把蔡成荣找来 操 操武啊 你还上青岛过来 操武来 打 这边一说打 小拳击手套一戴上 里边全是这种声音 你听着啊 全是这种音 就蹬蹬蹬 而且打你 你还不能支撑 你还不能叫唤 吴迪这边一心思不行啊 我要是再不找人的情况下 那不完了吗 吴迪把电话打给了 石家庄市总公司一把 把电话打给他了 趴着一拨过去 方局长 我是吴迪啊 吴老板呢 你好你好 怎么了 咱们之前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过 青岛的哪个 不是是青岛 是山东了 是哪个主公司的 是哪个集团 还是厅里的 然后是那个 你哥们呢 山东啊 你说 郑龙 他是那个客厅里的 怎么了 客厅里的是吧 对呀 能管分公司吗 那社公司都归他管 你说分公司能归他管吗 那他妈太牛逼了 那太牛逼了 说你这么的 我有一帮哥们啊 现在被关到了这个 青岛市南分公司了 你给打个招呼 一帮穿白鞋的小孩 大概二三十个 给他们放了吧 行 你别管了 我给郑龙打电话 好嘞 电话夸着一撂下 老方 当时啊 把电话就打给郑龙了 郑龙这边把电话一接上啊 喂 给我那个谁 接一下这个客厅里的郑龙 对 石家庄市总公司 老方 好 电话嘟嘟嘟嘟嘟 郑龙这边接起来 那趴着一整 喂 你好 这个郑客厅长 你好哪位 我是石家庄市总公司 那我请方 方振萧啊 你好你好啊 你好你好 怎么了 说你看 我有帮哥们 从石家庄上到青岛了 然后现在被本地的社会啊 给一顿堵打 紧接着还被抓到那个市南分公司了 说你看给打个招呼呗 那这边已经有人找到我了 毕竟没有什么身仇大恨 你给下面打个招呼 就给人放了呗 行不行 被关到市南分公司了 是吧 行 一帮小孩是吧 都穿着白鞋 行行行 好 那这个小事一装 好嘞 那有时间我上到 有时间来到石家庄 方方面面 我全安排 好嘞 那没有问题 给电话夸着一料 你看口急 口别急 听故事慢慢听 就你知道郑龙是刘青云他哥呀 那我不知道 你不得慢慢听吗 口急 口真急 这边电话啊 直接就拨了 给我接市南分局 客厅里的郑龙 好嘞 对 让他们局长亲自接电话 好 电话嘟嘟嘟嘟 往震东把电话一接起来啊 哎你好 市南分局 震东啊 我是郑龙啊 领导 领导你好 怎么了 石家庄的一伙抓了什么 二三十个 穿着白鞋的小孩们 是吧 是 放了吧 不是这个 不是吧 我想问一下的是谁找的你啊 什么玩意儿谁找的我呀 不是我做事 你在教我做事吗 啊 我说放了就放了就得了吧 怎么得我说话不好使啊 不是你好使归好使 但是给他们送进来的那也是你哥们啊 谁呀 你累 我累的呀 你要我累的接电话 咋的了 我累的这怕啥 我累的还能这点面子不给我 你让我累的接电话 那个 郑克厅长 这个话我说头里啊 你要让我放 我当然得放我不能不放 因为你是我的上司 但是 聂磊现在挺生气的 你估摸着他能给你这个面吗 哎呀 你让他接电话吧 那聂磊咋的呀 那膨胀成啥样 他不给我面子 你这么扯淡一样吗 让他接电话 那行 啊 我让他接电话 哎 好嘞 电话当时 哎 拿着就找聂磊去了 磊哥现在敲个小儿郎腿往这一坐 啊 就盯着面前 这一幕一幕的 就在这干他嘛 这边电话一来 雷弟啊 郑龙的电话 客厅里啊 对客厅里郑龙 龙哥 你雷 兄弟 咋的了 这是这么大脾气啊 啊 抓几十号人 抓一两个典型 熟熟熟出出气得了 啊 再熟熟他们 直到你出息为止 给他们放了得了 啊 行吧 那边石家庄市局找到我了 我们都是好哥们 这个当兵的时候在一块呢 碎的都是上下铺 就这种关系 我希望你能知道 啊 行了 你抓一两个典型 看看谁蹦的得换 再好好打一顿 多折磨两天 该放了放了得了 这个面你得给我啊 给不了 咱们电呢 这些小孩差点弄死我 砍了于飞好几刀 砍了电链好几刀 砍了刘毅好几刀 我给打一顿放了 那不行吧 而且啊 我已经告他们这会人了 再上青岛打我的主意 我挨个给他们放血 我挨个给开皮 一个也跑不了 找谁都不行 他们不听啊 非得逼我呀 我他妈招谁惹谁了 龙哥 你一上车过来 三四个小孩 三四十个小孩 拿着板斧砍你 你心里边什么感受啊 啊 这个给我打个电话 说算了吧 那个给我打个电话 说放了吧 我他妈是干啥吃的呀 啊 我他妈就这么好摆了啊 有点事找到人了 给放了吧 有点事找到你们了 给放了吧 我他妈不放 能怎么的 啊 你现在就是让我 青云哥给我打电话 我也放不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 好吧 这会儿我指定不弄死他 我指定让他们一个都不少 但是 想他们整死我念蕾 我得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操 电话啪就一溜 郑龙在那边 那个 你他妈你疯了 你冲我让人去 不给面 爱找谁找谁 就跟上一回在青岛 打理人王一样 你随便找来 我看看来 你随便找 你找吧 你找的天王老子 我也不给面 甚至你随便找一个人 都比我念蕾大 你他妈别吓唬我 面我给不了 我不给 我告诉你 有人说了 别护着他了 太狂 你听了 人他妈不用你护着 人家现在跟王 您现在跟王永利是 帮帮有友 老大护着 我需要舔着你老二吗 公平上告诉我 对不对 聂蕾就是这种性格 我告诉你 有老大照着我 我舔老二干啥呀 我神经病啊 我舔老二 那我不成 那我不成越玩越后退了吗 面子我该给给 我绝对尊重你郑龙 我更尊重我青云哥 但是谁也别教我做事 你们一句话放了不行 我什么时候玩够了 我指定不弄死他们 我什么时候玩够了 我就给你放了 其他的一概别提 一概别想 雷哥想啥呀 你得给我拿钱呢 电话打头一个 没成功 给郑龙气了 怎么的 现在就真没人能弄了 聂蕾了吗 拿着电话打给刘青云了 趴了一整 你记得 说聂蕾狂的 说聂蕾狂的烦人的 你这种自卑心理是很严重的 你记着哥们 敢明天我找二十个人 上你家门口 砍你一顿 刚给人抓着 放了吧 你让放吗 这是聂蕾在电话里边 能大呼小叫两声 你要是个老百姓 人家一运作 砍你那帮人给放了 你什么心里感受 你求爷爷告奶奶 你是走到哪 告你都无门 你就知道这帮人有多恶心了 我说的对不对啊 敢明天我领十个人 上你家门口 砍你一顿 随便找个人就给我放了 第二天在你面前 放了放了 怎么的 你不生气 什么事换位思考一下子 你别来砍 我不啥事都没有了吧 听故事 咱就听得有滋有味 咱就听得人情世故 所有的关系 我告诉你 聂蕾全对得起他们 你们谁有事了 我聂蕾不是第一个往前冲啊 你们他妈过生日 风天过节 我风的红包比谁都不大 比谁的 那个不大呀 别人给一万 我聂蕾出手给三万 别人给三万 我他妈给十万 怎么的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 我聂蕾没对不起你们 从他们力上来说 这是我聂蕾买来的 我有错吗 甚至雷哥现在都得反达着他们 你们谁没收过我的钱呢 你只要收了我的钱 就别他们拿我当个小弟使唤 你在教我做事吗 你得指着我挣钱 我说的对不对 公平上告诉我 对不对 你收了我的钱 就别他们拿我当小弟使唤 咋的 那是我买来的 我是消费者 有能的你别收我钱呢 你给我念雷掌机器那天 我头一个就给你吐露出来 你看吧 这叫社会大哥 啥叫社会呀 郑龙把电话就打给刘青云了 一顿小抱怨 趴着一拨过去 青云哪 怎么了龙哥 小蕾啊 就这个脾气啊 真知我才 我都没法说了 小蕾这个人哪都好 平常对我也好 那更是跟我处得像一个人似的 他就是原则性太强 他就是太强 知道吧 刚才在电话里边跟我一顿上 你说这 龙哥 聂蕾他那孩子吧 那孩子他就那样 没啥坏心眼就是脾气爆脾气直 我都忍了他多长时间了 我不是说忍 我都迁就他 人家平常做事可真没毛病啊 行了 你也不能说因为这段小事就跟人生气 你让他处理吧 让他解决吧 什么时候他蹦够了 什么时候他足够了 他怎么的也得去找你赔个礼道 我欠他 他你还不了解吗 听着 所有的人都了解聂蕾 对不哥 都了解雷哥 了解的啥呀 这人不坏 他就是脾气不好 平常交代给聂蕾 办点什么事 那绝对给你办得鞠躬尽瘁 那 行了 龙哥 你想想这么年轻 领着这么一大帮兄弟 他要是不给那帮兄弟整出个交代 你这边一个电话放了 他冲着兄弟们干瞪眼啊 你在打电话强制他把人放的同时 你也考虑考虑他的感受 对不对 行了 这事咱别管了 你让他左吧 放心 他现在有分寸 他现在有分寸 好了 电话趴着一溜 雷哥就讲话了 对了 刘青云就稀罕你了 就脾气大 我也稀罕你 对吧 为什么说正龙刘青云 以及说是王永利 明知道聂磊不好管教 明知道聂磊就是个茶子 用好了行 用不好绝对不行 但是为啥都特别喜欢他 你记得啊 真正当大官的 当大领导的 手里边真正有权力的 没人乐意跟傻子玩 都喜欢有脾气的 包括啥呀 刚去当兵的时候 刺头兵 整天反教的 就是受领导喜欢 我说的对不对 是这么回事吗 你就是喜欢 你没办法 你也得就这个 一说直溜角子 我真就他妈喜欢的 你们一招 哎 摆不了 我谁的面也不给 接着打 打 接着打了 看这个事 吴迪就接到那边的电话了 说啥呀 完了 没他妈给我面 说对面能找来比咱更大的人 那这个事我就爱莫能助了 是不是 谁要装不行以后啊 对就跟李云龙这个一样 就跟李云龙这个一样 说你看我这边实在也是想不了办法了 啊 这真他妈是没招了 哎 吴迪这边把电话一挂 擦 那找谁呀 吴迪的关系也就是在河北 他也找不到山东来啊 吴迪 旁边有个哥们 当时就说了 说你看 实在不行的情况下 你亲自给念雷打个电话吧 啊 亲自给打个电话 是你看看人家要多少 要不行就给人拿钱得了 擦 那行吧 啊 那行吧 喂 哎 你好兄弟啊 我是吴迪 早的 来 在哪呢兄弟 啊 你多是人 我带多人 咱找地方干一下 敢不 你瞅雷哥这脾气 我是真喜欢 在哪呢 出来咱俩干一下呢 咱俩出来干一下吧 不不不 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 我不是过来跟你 叫号来了 我也不是过来跟你打仗来了 我希望啊 在电话里边能跟你和谈一下 行不行 我保证啊 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了 好不好 我也知道你这个人挺傲的 我也知道你这个人 特别狂 就通过刚刚我找的关系 就能感觉到 你现在有点瞎不来台 是吧 我他妈当然瞎不来台了 我怎么给我那帮的兄弟交代啊 啊 平白无故出门 让人他妈一顿砍 给我好几个兄弟 砍院里边去了 你这边打电话 找人让我放了 你咋想的 啊 你他妈咋想的你 行 吴迪的脑子转的很快啊 转的不是一般的快 是非常的快 这种人其实最好对付了 为什么上边这些领导 宁可扶持聂蕾 他不扶持别人呢 因为聂蕾比较简单 我高兴就是高兴了 我就乐 我生气了 我就是生气了 他没有别的 这种人最好交了 吴迪当时也就是把握到了这一点 我跟你软 还不行吗 那我现在在青岛 暂时摆不了你 我跟你软点 还不行吗 雷哥不吃硬 还他妈就是吃软 对不对 雷哥 你看兄弟那边该怎么赔偿 咱们怎么赔偿 然后你这边要多少 我就给多少 你尽管师的大开口 我这边呢 绝对是一个子 不带往下还的 然后你高抬贵手 把我那帮的兄弟放了吧 然后呢 你看看要多少钱 我亲自给你送过去 然后呢 我当面 那给你道歉 给你这帮兄弟们道歉 行不行 我再给你拿一百万 一说这个 雷哥就面棒了 他这个心就狠不起来了 你要在电话里边接着钢他 你信不信 他马上就会给杨九他们打电话 给张峰打电话 把他认识所有的兄弟叫上 我在青岛地毯 是我搜索你 找着你 我他们就干了你 你也来真有这两下了 来了以后怎么走的李正光啊 在我的皇冠家的酒店打了我 我就在后边跟着你 一步我不落 我不步紧逼 我知道堵着你为止 对吧 所以你看我再拿一百万 行不行 听着啊 一百万 给我道歉 给我那帮兄弟道歉 啊 咱这事就拉倒 听着没 你要是在他们有别的想法 我砍死你 行 你放心吧 我现在马上张了钱 你给我个户头 群力之一 有钱公司抬头 四零一二三 行 好嘞 等钱汇过去了以后 你查收 你告诉我个地方 我 我过去给你们道歉 行吗 你先打钱呢 电话趴着一溜 聂雷紧接着啊 把电话就打去医院里边了 医院里边当时拿电话这边一接上 喂 哎 这个电里那 哥 那边说给拿一百万 这钱哥一分不要 你们几个全分了 一人二十五万 行吧 真的哥呀 你要觉得少 哥再跟他要呗 行了 二十五万行 别给人要跑了 咱这挨着两刀 二十五万 太值了 行哥 你看着来吧 怎么整怎么行 然后啊 他还会亲自给咱们道歉 拿到钱 咱这事就拉倒 行不行 行哥 倩也到了 钱也拿了 那按照江湖规矩 咱就该了事了 行 那我让他准备钱 那 电话趴着一撂 你听了 哪个照顾的还是兄弟们的感受 如果说兄弟们 你看二十五万有点少 一人五十万行 那他张口就得要二百万 但是在九四年那个年代 一百万啥概念呢 对呀 几个人医药费加不起来 总共五千块钱都用不上 马上 那群力置业这边就收到了现金一百万人民币 但是我问问你 说是一兄弟给二十五万 兄弟们能要吗 钱到了以后 你像于飞了 你包括像史电林了 像刘毅了 人就说了 在公司里边放着吧 是吧 咱哥几个也不急着钱花 也不缺钱 一人拿着二十多万干啥去 在公司里边放着吧 没钱了以后咱就去支去 这叫团结 这叫巨石一团火 散石他满天行 包括飞蛾 哎呀不用啊 砍两刀拿这些钱干啥 在公司放着吧 啥时候没钱了 我管你借 你看人家这兄弟多么的团结 吴迪这边紧接着出面 来到了有关部门 亲自给聂磊倒地歉 然后又来到医院 给史电林给他砍伤的 这几个人倒地歉 那你看人这几个兄弟 那可养着门了 往这一拍拍 没事 拿钱了就行吧 是吧 江湖不就是钱了事吗 给了钱在这绝对没事 兄弟们心里边得劲 雷哥心里边也得劲 但是 这二三十个小孩 我一人得砍一刀 响响响 每人照后背上 一人给开了一下子 屋底啊 算是领着这帮的人 回到石家庄 听着贼有意思的一个事 来了 贼有意思的一个事就来了 啥呀 雷哥这边拿到钱了 要继续的说 往这个石家庄 去整这个钢筋的生意吗 他要接着整这个钢筋吗 这个事咱就不说了 房子该盖还得盖 但是你别忘了 吴迪认识谁呀 吴迪他们认识家贷呀 好模好样 咱说了 你看 戴哥把电话就打给吴迪了 这都是后话了 讲话了 兄弟 干啥呢 这没事啊 刚才青岛摆个事 你记得啊 94年的时候 这帮大哥都不是很大 你包括吴迪 你包括戴哥 你也只能认灾 你碰着你了 说这个没事啊 刚在青岛摆个事啊 哎呀 这家整我200万 太心疼了 谁整的你啊 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呢 哎呀 人家在青岛老霸道了 在青岛老厉害了 谁呀 聂磊 谁 戴哥一听是聂磊 他妈乐了 你早点给我打电话呀 那我认识聂磊呀 我跟聂磊那关系都嘎嘎语嘎了 这是一个乌龙的小事件 两个人那怎么办呢 只能哈哈一乐 那戴哥这边听到了以后 能去找聂磊要钱去吗 说你能 你把这200万退回来吧 是吧 那就只能说 庄哥不知道了 江湖是啥 打打杀杀 人情是故 你打他 我打他 他打我 我干他 咱各处各的 谁也不要影响谁的感情 但是到后期 吴迪跟聂磊 绝对是嘎嘎与嘎嘶的朋友关系 大家伙感觉今天晚上的故事怎么样了 感觉是不是很激情啊 感觉是不是很得劲啊 大家伙听故事 辛苦了 谢谢 谢谢